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第五处知识点 代理 代理他本身也是一个民事法律行为 咱们在生活里面最常见的代理呢 就是公司和业务人之间 咱们前面也举过示例 说A公司授权我们假的 帮他去采购一个设备 对吧 授权金额别超过一百万 那么假在授权范围内呢 到我们B罩里面谈业务 那首先他跟B罩里面谈业务的话 他以谁的民意去谈呢 那肯定是什么 是以我们被代理人A罩名义 而不是以自己假罩名义 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 在意思表示方面的话 他只要没超过我们的授权范围 所以 假 他是独立的 和相对人进行意思表示 却谈八十万 还是谈六十万成交 那就看我们业务员 假账里面能力高低了 早上言之 他不要超过一百万的授权范围就可以 这第二个 第三个 谈妥之后的法律后果 由谁来承担呢 那肯定是什么 由公司 由被代理人承担 代理人谈不上 对被承担合成责任问题 所以我们讲 代理他至少要具备我们这三个特点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常见的代理 比如说像我们这二里面签协议 可以代理 对吧 像打官司里面找律师 可以代理 还有像公司里面申请删标 申请专利 找我们删标事务所 专利事务所 可以代理 但我想问你 您见过有人结婚的 找人带你去办理结婚登记吗 再忙活的人 结婚都得亲自去办理登记 所以有些具有人身的 带有身份性质的 你肯定不能代理 比如说像立遗嘱 像婚姻登记 像收养子女 这个必须是本人亲自实施 不得代理的 那么代理 和委托 代理跟韩记 代理和传达 这几个基本概念 是非常容易混淆的 咱们在预期班里面 必须要把基本概念 搞清楚 咱们先看 代理跟委托 代理和委托 表现在三个方面的差异 第一 在我们对外民意方面 代理人是以被代理人名义 实施民事法律 但是委托罩里面 受托人 既可以以委托人名义 也可以自己名义 我委托您 去帮我买一包纸回来 您去超市里面呢 可以告知对方 说老师让我买的 您也可以闷头自个名义去买 都可以 第二个 在从事的事务范围方面 不一样 代理呢 它是一个民事法律行为 所以我们强调 必须有意思表示 必须有意思表示 当然委托你们 我们不强调 必须有意思表示 你比如说 我委托你们把我整理资料 你看到没有 整理资料的话 他就不强调 有意思表示 你闷头去整理就可以了 所以委托罩里面 从事的事务范围 可以是纯粹的事务性的行为 第三个区别 表现在单事人范围 代理罩里面单事人呢 他有三番单事人 有被代理人 代理人和我们的相对人 而委托罩里面就两番单事人 委托罩和受托罩 这是代理跟委托里面的区别 好 代理跟寒记罩里面区别 你要先搞一种什么叫寒记呀 现实生活里面哪些行为 都是寒记行为 你比如说 寄寿行为 它就是个典型的寒记行为 您家里面有东西 不需要了 委托什么 小店 帮您对外去卖 你们之间是典型的寒记行为 您再比如说 拍卖还在拍卖行为 它也是一个寒记行为 但我想问你啊 甭管是寄寿还是拍卖 小店也好 拍卖行也好 帮您去卖东西的话 请问 它是以谁的名义去卖 他就告诉我们对方 这东西是谁的吗 他才不会呢 他以自己的名义去卖 而代理这二名 可不是自己的名义 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 第二个 两者在有偿性方面不一样 寒记行为是典型的 山式行为 所谓山式行为 没有人给你白忙活的 所以拍卖行啊 那个小山店啊 他要收取报酬的 他表现为有偿性的 而代理这二名 可以是有偿的 也可以是什么 无偿的 比如说律师 官印性所存 对吧 他就不收费 啊 在法律后果的归属方面 代理人忙活了半天 最后谁对相对人 承担合成责任呢 那肯定是被代理人 而 寒记账里面 寒记人忙活了半天 那首先 这货有问题 人家对方不是找我们委托人 因为他以自己名义 对方根本 不知道背后的货主是谁 人家肯定直接找谁呢 哎 找你寒记人 所以他是先由寒记人承受 然后呢 再通过寒记人跟委托人 这样一个法律关系 他追查委托人 这是两者区别问题 好 寒记这个代理跟传达里面 也是有差异性的 那第一 在意思表示 是否具有独立性方面 代理这二名 代理人能独立的 向第三人进行意思表示 只要没超过我们的授权权限 但传达这二里面 传达人 他不能独立进行意思表示 他所传递的信息 那肯定是委托人的意思表示 人家告诉你什么信息 你呢 传递给对方 是不是啊 连自己可不能添油加醋了 第二 主体行为能力的要求不一样 代理他是一个民事法律行为 所以呢 代理人 我们强调 他要具备三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而传达里面 五岁小孩能帮我们传递信息吗 肯定可以呀 这没问题呀 对不对 所以他不以我们民事行为能力为条件 第三 在范围方面也不一样 代理我们讲过了啊 具有人身带有身份性质的 他不能代理 比如说 结婚登记 但我想问你啊 具有身份信息的 能不能传递 结婚 能不能传递 可以呀 我结婚给你发喜帖的话 就是传递我手里面 结婚的这样一个身份的信息 所以身份行为是可以借传达人传递 意思表示 但是结婚本身的登记 我们要自己亲自去办 不能代理 这是我们讲 代理跟传达里面对连着的差异性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说下来传达的表示正确的是 A 传达人以自己的名义为意思表示 不对啊 传达人是以委托人的意思表示 B 单方意思表示 不能传达 错 比如说利益主的话 单方意思表示 能不能传达 可以传达 C 传达人需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错 传递信息照理 主体我们不以行为能力为条件 D 身份行为的意思表示 可以传达 没问题 这题应当选第四项 选D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 关于无权代理和代理权的难论 咱们先还要把基本概念搞清楚 所谓无权代理 那表明是什么呢 压根就没有代理权权 比如说没有经过授权 超越授权权限 还有超越授权的期限 这三种情形都是无权代理 压根没有代理权 难论 难论代理权 你从字面上可以琢磨一下 首先这个代理人他有没有代理权 有 但是他有没有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 没有 他难论代理权限 坑低 是不是 那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 和自己代理 那我就问你 跟自己代理的话 您胳膊肘往哪儿拐 肯定在偏向于自己 就会损害我们被代理人利益了 是不是坑低 双方代理 那我就问你 你到底维护哪一方代理人利益 你维护这一方 必然会损害另外一个代理人 所以坑一个低 是不是 他也是我们代理权难论的行为 最典型的难论 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最常见的业务员 在对方照里面有吃有喝有玩 两人穿一条裤子合模来坑谁呀 坑我们所在的公司 被代理人 即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 你们俩合模做一个人的话 那我告诉你 导致我们被代理人这种损失 你们俩对其损失要承担连带责任 那问题是什么呢 无权代理和代理权难论账里面 它对应的法律后果 咱们先讲这个无权代理 无权代理的民事法律行为 有两个方面的后果 第一 原则上会产生效力带定的法律后果 但是如果构成表现代理 它会产生有效的法律后果 那么那论代理权账里面前两论情形 是效力带定的 第三论情形 咱们前面讲上一讲 讲无效情形里面就讲过了 恶意串通 它结局是什么呢 是无效的 那我们来先看 第一个方面 无权代理的这两个法律后果 我们举个例子 明天 说A 他授权甲 帮他去买设备 价格别超过一百万 甲代理我们A 跟B罩里面谈业务 发现B罩里面设备 质量特别好 就是价格有点高 甲没有请示我们A公司 直接自己做主 签一个一百二十万的设备买卖 您先判断 这一百二十万的买卖 在效力上是什么呢 在效力上面是代定的状态 代定就意味着将来有可能是有效的 有可能是什么呢 无效的 但目前是什么呢 代定的状态 所以咱们这里面就有三个权力的分析问题 第一个 作为我们被代理人 他让你们呢 享有的是追认权力 如果事后 A这二里面点头了 产生有效的法律后果 如果A这二里面他拒绝同意 会导致无效的法律后果 所以我们说 追认权 它是一个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不需要看B这二脸色 只要他自己点头 还是拒绝 是不是 那么在法律上 这样一个权力 我们也叫形成权 也叫形成权 另外这根本不需要看对方脸色 便可以产生法律后果的权力 好 作为B这儿而已的话 他有两个方面 第一 有权力催告 被代理人呢 对该行为予以均 催告权 无论我们B是善意的 还是恶意明知的 善意跟恶意 都有权力催告 那问题是催告之后 人家A公司三二天未回复的 这个我们视为是A同意 还是视为A拒绝 视为A拒绝 将会产生无效的法律后果 就有点像你问我借钱 我半天没说话 你能否拿一句 老师你再不说话 我视为你同意给我借钱 是这样的吗 你问我借钱 半天我没说话 那表明什么呢 哥不想借 你说是不是 好 B这儿里面还有一个权力 那就是撤销权 你看啊 首先 强调 B必须是善意的 是不知情的 如果是明知的恶意 您谈不上有撤销权 第二个是在我们A 追认之前 那表明这份买卖协议 一定是处在什么状态 待定的状态 您可以什么呢 向对方做出撤销 这个撤销权行使 需要通过人民法律吗 不需要 他只需要通知就可以 通知我们对方 并可以产生撤销的法律后果 一旦被撤销 结局是什么呢 自始无效 那为什么我们之前 讲到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时候 咱们说了 得通过人民法院去撤销 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很简单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它本性是有效的 您要干得一个有效的 那请问 您要不要通过法院 当然要啊 你自己无权干这一个有效的 对不对 而这是什么 效力待定的 对方尊之且 他状态是待定的 那我只需要什么呢 满足条件通知你 就可以产生撤销的法律后果 这是我们讲 效力待定你 这三项权力 好 第二个层面 无权待案里 也能够产生 有效的法律后果 那我们强调啊 对方是不知情的 而且是有理由相信 他怎么理解这个 有理由相信 那我们举这么一个实例 您听着啊 过去呢 我熟悉的一个一二元 这个一二元里面 过去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 他们给小孩买图书 在图书上面加盖棍章 谁负责的 他们要是有一个刘老师 负责图书资料管理 给图书上加盖棍章 这位老师呢 临时有事 出去了一下 跟他搭班的 一位洋老师 没有把棍章 搬他在图书上加盖 估计啊 跟小孩一样 跟我们小时候一样 拿棍章散油墨 在信纸上面 给了很多棍章 那么 刘老师回来一看 哎呦不得了 棍章不能随便盖的 对不对 棍章能随便玩吗 这位洋老师呢 就把盖过棍章的信质呢 都交给刘老师 这位老师呢 把棍章和这些盖过 棍章的信质呢 就还给园长了 这园长跟这位老师呢 关系不太好 你看我没有领导 抓住你的小便呢 给你穿小鞋了 所以他们远着呢 就打电话问我 说陆老师啊 我们幼儿园这个事情 在你们法律上面 有没有一些言论的后果 我就告诉他 这段事情干嘛 就要看这位老师 她是否心怀好意 如果这位老师 经常现在看宫廷剧 很有心急的一个女人 那我告诉你啊 只要他留下一张 空白纸 纸上可是盖着 一二元棍章的 你闻一下 棍章没有胡萝卜的味道 那表明 章是真实的 咱们说一点小事 这位老师 拿这样一张破纸 到旁边的 挨小店里面 去买一些生活润品 以此呢 打欠货款钱 说欠两千块钱 其实这些生活润品 都给他拿回家 但他以一二元名义去买 典型的 是无权代理 哎小店 事后找到我们幼儿园去主张这个货款 两千块钱 幼儿园能说一个不字吗 不能 幼儿园是什么呢 白贼难辨 为什么 人家有理由相信 这位杨老师经过了幼儿园受取 人家之前是什么呢 不知情的 善意者 并且是什么呢 有理由 相信 什么叫有理由相信啊 关键是 这位老师 拿这个 空白纸上面 该有幼儿园 宽章 足以让我们这个哀山店 认为 这位老师经过了幼儿园受取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哀山店和幼儿园之间 日常生活润品的买卖 是有效的 既然有效 幼儿园就需要对我们的哀山店 承担合成责任的 你承担之后 你事后找这位老师 那你们内部之间狗咬狗 跟哀山店没关系 那位立法者肯定要保护什么的 保护善意第三人 这种利益问题 明白了吧 这边是我们这儿 所讲的什么 表现代理 它本质上 还是一个无权代理 但结果呢 不是代定的 而是有效的 这个有理由相信 表现为这两个方面 一个是我们刚刚讲的 盖有印章的 困白和藤书 或者是我们介绍信 第二个是什么呢 无权代理人此前曾被授予代理权 但代理期限尚未结束 实施了我们代理行为时 代理权已经遵职 你比如说 这个假业务员 常年负责客户 B公司的 与A公司的业务 现在A把甲开除了 你没有吞支我们B 致使我们B 一直以为呢 这假业务员 是负责我们的一个业务经理 这照样是会让我们对方 有理由相信 这个业务员事后 还有代理权限 好 这是我们讲第一个方面 无权代理的 这两个法律后果 第二个 难润代理权杖里面 前两准是效力带定的 那很好理解 如果对方同意了 那照样会产生 有效的法律后果 第三准情形呢 是恶意创中 那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的 它是一个无效的 在责任承担方面 你们俩穿一条裤子 合模害我们这个A公司 所以对A2损失 他们俩对此要承担什么 连带责任 所谓连带 被代理人A公司 有权利 找你们俩里面 任何一个索赔 找全部想玩谁 玩几个 随行所欲 这叫年代责任 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 是无权代理 和无权处分的区分 无权代理 跟无权处分 咱们前面讲第一个专题里面 讲这个学习方法的时候 咱们就举过示例 你还记得吧 说假把这设备 如果出租给我们 以事后呢 把设备 他卖给我们饼 你就要看 他到底 以谁的名义去卖 如果以假这名义去卖 假饼之间的 这份协议 他就说什么呢 无权代理 是不是啊 而这份协议的后果 是什么呢 是效力 带定的 好 第二个 如果他以这二名义 以自个二名义 把别人的设备 卖给他饼的话 那么以饼之间的 这份协议 他结果是什么呢 是有效的 为什么有效的 因为这份合同责任 在以饼之间 跟假没关系 那么第二个行为 他是一个 无权处分 所以 如果将来出卖人义 他交付不了设备 给饼的话 饼有权利 他做出解除 于义的买购 这个解除的是一个 有效的 让我们以对饼呢 承担违约责任 所以我们在前面 讲了啊 违约违约 前提 你们俩必须有约 而且这份约 还是有效的 否则谈不上 以对饼承担 违约责任 好 如果饼照里面 是善意的 不知情的 这两种情形 如何呢 保护饼照利益呢 那么对待定的 这份协议里面 相对人是上议的 咱们讲过来 在假 追认之前 上议的相对人 他有权利撤销 是不是啊 有撤销权 只需要通知我们假 就可以不玩了 好 如果是无权处分这里面 贬释善意的话 咱们下一章里面 就是第三章里面 讲误权这里面 就会讲到什么呢 显得一个很重要的制度 叫善意取得 所谓善意取得是强调 受让人在受让该标的时 他不知情 第二以合理对价 跟你这儿做买卖交易 第三 该标的物 动产的交付了 不动产的 登记过户的 饼的名下了 那饼呢 就可以善意取得 该设备的所有权 那云先所有权 假照里面 就善失对该设备所有权 你这个行为导致 出租方假照损失 假事后 最多找我们移 让他返华 不但得力 让他赔付损失 但你无权找人家饼 要回这设备 因为设备 饼是技术善意取得制度 直接取得这个设备所有权 这是我们讲 关于这个无权代理 跟无权处分 他们俩的差异性问题 这条文我们不再一一去念 因为我们之前在专题 给大家解释过 背后的法律原理了 好 我们来看第三处考点 是打官司的诉讼时效 那什么叫诉讼时效呢 其实它就是权利人 依法主张权利的法定期间 言外之意 您要想通过人民法院 通过仲裁机构 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它是有时间性要求 再白话讲一句话 您要打官司 告对方 趁早 超过了我们诉讼时效 您有可能散失胜受权利 您的诉求有可能被法院驳毁 那我们在诉讼时效里面 它一般性的是为三年 这三年从哪开始计时呢 曾权利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权利受侵害 再加上义务人之旗 因为你要告别人 必须有明确的被告 开始起算 这是我们讲一般情况下 那么法律领域规定的 我们按照其规定 那么最长时效是 二十年 曾权利受侵害之日起 这个二十年呢 我们也叫绝对时效 那么超过二十年 您的权利 法律就不如保护了 这个二十年里面 情况特殊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 法院呢 来决定是否给您延长 当然这二十年呢 它不存在尊断 尊止的 不像我们三年 它不存在延长 但是呢 会因为尊断 尊止 往后延期 但本身的三年 就是三年 不可能变为五年问题 这三年和二十年 怎么来理解 咱们先听一个小事例 你来看 这个小事例呢 我们把它加一名字 叫詹木梁的三部曲 这也是一个真实的事例 是我一个大学同学 当年结婚的时候呢 告诉我这么个事情 他詹木梁呢 给他借钱 作为首付 跟他们俩去买房子结婚 但安排我同学呢 三步走 第一步呢 我借钱给您 你要给我打借条 第二步呢 你们俩先把小本领回家 一事可以迟一点办 结婚证先领了 第三步 你们再去看房子 买房子 你看看没有 对你们的一二三的话 很明显 我们叫步步金勤 一个老太婆 你不精心的关注 广场舞 研究法学方面 这个詹木梁 忒可怕了 你自己分析一下 这个借条 可是我们结婚之前打的 那是我 同学婚前的个人债务 跟他女儿 没半毛钱关系 而房屋呢 是在领本之后 这房子跟他女儿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啊 如果没有另外说明的话 这个房屋 原则上是什么 夫妻 贯同财产 其实詹木梁第四步 都开始反备着 如果你敢在外面 胡作非为 你懂的 那必然会有一个 老眼纷纷的结果 离婚呗 离婚的话 拿条来收拾你一个人还 但房子呢 有可能跟你没关系 你都听过 在婚姻程序期间 一般有过错的 他不分资产 或者少分资产 民间语言叫什么呢 叫禁声出门 禁声出户 哦 是不是啊 所以 我当时告诉他 你在打借条方面的 稍微填几个字 注明一下借款期限 你看看啊 没写到期日 或写上到期日 那我告诉你 我同学 他前付时间 是不一样的 来 我们举一个时间点示例 假设借款时间 是2018年1月1号 如果您写上 借期一年 那到期日是2019年1月1号 是不是啊 到期之后 你没犯错误啊 这样我们俩也不会拿借条来 找我们要钱 但是法律可不这样说 你到期没还钱 权利人就应当知道 您在请害他这债权呢 他打官司告您的话 时间是三年 2022年1月1号 这三年内 他应该打官司告你 是不是啊 如果他超过了三年 比如说到2022年4月1号 他才去法院这儿告我们的话 第一个问题 法律会受理吗 会 民不告官不理 民告了官受理 第二个 如果借务人 在一审庭审的时候 他提出了债权人 张木梁手里面的债权 超过了我们三年 打官司的诉讼时效期间 那我告诉你啊 法律 此时会介入了 因为借务人 他主任提出了时效看变 法院介入时效调查 确实过了三年 法院将会做出 驳回权力人的诉求 就意味着 张木梁债权人败诉 明白了吧 但我想问你啊 我同学还欠他张木梁 十万块钱吗 照样欠啊 实体权力并不消灭 只是我们说 张木梁手里面的债权 白道不再保护了 就是法律法律 不再保护了 但我想问你 如果我同学债务人 在一审庭审里面 没有提出时效看变 法律会主任介入时效吗 他才不会呢 借钱要还天经地义的事情 明白了吧 所以一定是什么呢 在一审庭审里面 咱们自己得主动向法认提出 对方这手里面债权超过了我们的时效 如果说打借条里面 没写到期日 那我告诉你啊 张木梁在二十年的期间里面 都可以拿条来威胁我同学 你看到没有 我同学就需要潜伏二十年 如果写上到期日 我同学只需要潜伏四年 一年借期 三年打官司时效吗 三年之后 小胡把地拖一拖 把云机拆一拆 你会理直气乱的告诉张木梁 今天哥心情不好 不想拖地 也不想拆原机 你能怎么样不 拿条来告他 甭怕 我一提出谁要看命 你根本告不赢我 好 那么这样一个小事例呢 我讲给我的学生亲 我的学生呢 他回去告他爸妈 他爸妈就跟我联系 哎呦 陆老师干嘛 我认识你太迟了 我老公呢 八年前借别人的钱 都过了好多年了 钱不久还把这笔钱给别人还了 早认识你的话 这笔钱都不能还了 我想问您一下 我之前把钱给他还过去的 我能否到法院那里面主张 把钱再要回来 因为我可以不还的 我想问你们 我学生这个家掌握我这个问题 这钱还能要回来吗 不能要回来 为什么 你自己自愿旅行的 您之后呢 又以我们权利人的债权时效 借满来看遍呢 法院不予支持 为什么呢 借钱要还 真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所以学法律呢 还要早学为好 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这几个提示 变成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事例里面相关支点 首先 债务人没有提出我们的时效看遍 法院他不应该主动的介入我们的时效 第二个 时效借满的话 法院还会受理 但是呢 债务人如果提出了时效看遍 法院将会驳回其债权的诉求 就意味着债权人散失胜受权 但是不消灭我们债权人的实体债权 如果时效期间建满 你自己愿意履行的 又以时效建满为由来看遍的 法院什么 对此是不予支持的 这是我们讲 打官司里面 做成时效的基本概念 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说下呢 关于最长时效的表中 正确的是 最长时效期间为二十年 正确 这个题是白胜芳的单选题 B 最长时效期间曾权力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权力被侵害之计 起算错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那是我们三年的普通时效 最长时效就是曾权力被侵害之日起 曾侵权发生之日起 所以B是错误的 所以最长宿舍时效期间可以尊断尊止 错 他不失误我们尊断尊止 第一 最长宿舍时效期间 不可以延长错 C跟D说法呢 可以延长 但是呢 他不能试认尊断和尊止的规定 所以应该是选我们的A选项 这种题目是白胜芳的题目 因为最长时效二年 这是基本禅食了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 关于我们素顺时效的试入范围 素顺时效呢 主要是我们请求群 但不是所有的请求群 都可以提出我们的时效看病 有例外情形 我们结合民法典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整个表现在七个方面例外 第一 请求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消除威胁 他没有时效的限制 过八百年 您都应该停止侵权 排除妨碍 消除威胁 第二个 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的物权权利人 请求返还财产 就这条里面 您必须要准确理解 咱们举一个示例 您听 说假仗里面 有一设备 它被我们以仗里面 给霸占过去了 假得之后 第八年 找我们以仗里面 请求返还 以仗里面 以超过三年时效 来看变的 就问您 以仗时效看变 法院是否支持 这第一个示例 第二个 说假仗里面 小汽车 被我们以仗里面 给霸占过去 还是假得之后的第八年 请求以仗返还 以照样提出我们的时效 超过三年的看变 第三个 假这儿房子 被以这儿给霸占过去 得之后的第八年 才请求对方返还 房屋 以仗里面 同样提出我们 时效见吗 看变 就问您 三个时效看变 法院支持哪个 不支持哪个 我告诉您 第一个 以仗时效看变 法院支持 后两个不支持 为什么呢 房屋 他属于我们不动场 小汽车 他属于我们登记的动场 小汽车有行驶证啊 有车关所登记机关啊 为什么房屋 和登记的小汽车 不能提出我们的时效看变呢 很简单 因为 有国家的相关部门登记 那表明这东西 是不是我的 国家都承认 是我的 是不是啊 所以过八百年 你已 都有义务返还给我 你不能提出我们的时效 借满的看变 能理解了吧 房子也有本啊 房产证啊 是不是啊 好 第三个 请求支付 抚养费 赡养费 和平本里面的 抚养费 中国人以效为大 肯定不能提出 时效看变的 哦 第四个 支付存款的 本金和利息 第五个 兑付国债 金融债券 以及向不特定兑现 发行企业债券的 本息请求权 这个四跟五是一样的 你比如说 王老太 把毕生的积蓄 五万块钱 承到爱承不承账 承期是一年 结果老太忘记了 他第六年才想起来 这笔存款 找公行这儿去要钱 公行来一句 都已经到期 过了三年时效 他拒不干嘛 给他取款 老太把公行给告了 公行向法院提出什么呢 时效看病 法院支持吗 如果这种情况 法院支持 那我告诉你 王老太 他立马告诉法官 你支持 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你信不信 我信 所以 甭管是我们存款 还是我们债券 他不曾在时效这儿 看病问题 第六个 基于投资关系 产生的缴付出资的请求权 他不能提出我们的时效看病 为什么 因为公司的注册资本金 是法定的春实 假照里面 你注册资本金 你出资款 没有掏旗 你过800年 都需要掏旗 不存在时效看病 资本金 得是法定的春实 必须到位 所以谈不上干嘛 有时效看病 不履行的问题 这是我们讲 实际上的收入范围里面 有七个例外 最后一小时都给的其他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说出国返学的甲 回国之后 发现邻居呢 以照里面墙屋的外墙 随时可能倒向自己的房屋 这有威胁的吧 是不是 更发现已曾在擅自入住自己的房屋 在自己房屋的门口 随意请到垃圾 毁坏自己房屋的门窗等不但行为 这真是好邻居呀 这更强盗做邻居吧 像我们已提出若干请求 就问你们 下列请求中 能提出时效看病的 能示范我们的时效的事 A 请求已返还房屋 房屋属不顿产 他不能示范 说是时效 B 请求已赔他 总坏的门窗损失 这可以 那赔钱没问题 C 请求已加固其 随时可能倒塌的房屋外墙 让对方排除什么 威胁 他不能提出我们的时效看病 D 请求已停止在自己的房屋门口 请到垃圾 停止侵权 排除防案 消除危险 这些是不能提出我们的时效看病的 所以能示范我们的时效的方法 应该是B选项 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 管理思想时效的 尊职和尊断 这个尊职和尊断里面 您要先把我们的基本概念搞清楚 您看啊 这是一个三年期的打官司的思想时效 如果这个点照里面 他出现了尊职的事由 他结局是什么呢 您先望闻生意 止是停止 所谓停止是什么 暂停呗 那表明前面经过的时间 是算数的 打这开始 暂停计时 对吧 等我们的障碍消除之后 咱们后面是继续来计时 如果照里面 他出现了尊断的事由 您先望闻生意 断 一刀两断 离婚了 不要来找我 我过我新的生活 什么叫新的生活 那表明前面经过的时间 作废 打这开始 纯心起算 三年 人家是纯心 来计时 您知道里面是什么的 继续 来计时 是暂停 所以我先把这个字面文字 先理解清楚 咱们再来看内容 那什么情况下会引起我们尊职 什么情况下引起尊断 咱们先归拉总结一下 尊职的事由呢 一定是客观障碍 不是我们权力人自己犯的 不去告 而是出现了客观性的障碍 阻碍了权力人去告我们的义务人 你比如说 咱们这几年的 所发生在各地的新冠肺炎疫情 很多地方干嘛 地区封锁了 你没办法去那告对方 对吧 他出现疫情呢 疫情 他就是一个不可看力 这是一个客观障碍 没办法 不是我自己犯的 我不去告 我想问你啊 三年的时间 如果说在前面的几年里面出现疫情 他会给我们暂停吗 绝对不会 为什么呢 后面还有好几年时间呢 找什么急呀 所以这几条里面客观障碍 一定是出现在危机期间 时效届满前最后六个月 如果你任由我们的时效 即时将会导致 这误人在一审庭审的时候 向法律提出时效看变的机会了 明白了吧 这个对我们在全人是不公平的 因为这可是一个客观障碍 所以我们强调啊 遵旨的室友一定是出现在 时效届满前最后六个月 我们才给他什么呢 暂停计时 等障碍消除之后的话 无论之前还剩多长时间 咱们一律再给他 最长的时间 那无非是什么呢 六个月 所以 专指照里面 我们是一看情形 二看时间 时间是俩六个月 障碍发生在时效 最后六个月内 暂停计时 等障碍消除了 再给他什么呢 六个月 这六个月 见满 您的时效 就见满 那这样物人就可以咸鱼翻身 能提出时效 看遍 那么具体而言 这个室友里面 我不再一一去念了 您客户呢 自己去看一下 待会我们通过一个立体 很容易能够区分开来 它是一个客观性的障碍 好 尊断照里面 室友的 你也不需要背他 它是一个主观因素 主观原因 什么叫主观原因 比如说 我问您借钱 到期之后 三年时效期间里面 您时不时找我要一次钱 时效 自此尊断 你看 权力人向义务人提出旅行请求 在借款上 你不就表现为 我找你要钱 是不是 第二 你同意给我钱 是不是 甭管他怎么给 是先付利息 是给我们一个分期付款 还款计划 你甭管 只要他认账 同意旅行 还有我把你给告了 什么叫 告了 到法院起诉 找仲裁机构 申请仲裁 或者跟我们这个几个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早上言之 我把你给告了 三句话 第一 我找您要钱 第二 您同意给我钱 第三 我把您给告了 有人说 老师 你要告我 法院不受理 跟法院有关系吗 尊断 我们只看你自己是否有所为 你们单身人自己有所为了 时效就会自此尊断 不认看第三番脸色 甭管法院对此是否受理 你自己去告了 你就要提起了 申请了 他自然会自此尊断 前面作废 打这开始纯心计算三年时效 这是我们讲 尊断 他不强调在最后的六个月内发生 所以尊断里面 我们只看主观是有 不看时阶 好 我们来翻个例题 说下来 郭先生能致使时效尊断的有 记住了 主观因素 你看啊 同一旅行 提起了 申请准才 提出了 这一看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 主观的原因 所以答案是什么 ABCD 很简单 白送分的题目 好 我们这一讲呢 给朋友们讲这么多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